是不是所有的房子都仔細等 大家都常常看到台灣人比較少 這跟那個房屋的座項有關係 我們那個房子的座項第一次月 我幫你去買一個銷售案 哪一個座項最早賣光呢 座北朝南 座北朝南 為什麼 我們在北半球 北半球冬天吹什麼風呢 北風 西北風 東北風 我們台灣東北風對不對 夏天吹什麼 西南風 所以我們背著北邊 冬天就不會那麼冷 擋風 朝向南方 南方的風 是涼快的 南風穩臉輕輕 這麼說坐北朝南 東暖夏涼 大家智慧都差不多 對不對 座北朝南這個左邊是什麼 東 東邊 西邊 西邊 這個口訣 座北朝南左東 右西 同意 所以我們前面是南邊 南邊又進出嗎 一般機會直接一箭穿心 直接進來 他可能會從半邊或西邊 找一個入口 可能兩邊都有 都有開門 東邊開門的距離比較高 東邊是朝東的 朝太陽的 一朝起來 充滿著朝氣 這個東西是嗎 朝氣蓬佛 那我們 今天我們在東邊路上面寫的 是個叫 紫氣東來 紫氣東來 紫氣就是天上 雲彩很漂亮 晚翔很漂亮 紫氣 人家台風要來的關係 紫氣東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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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都會講到 有祥瑞之氣 會有仙人出現 有一個典故講的 紫氣東來講的是 老子出韓古關 當天早上 韓古關的主管 早上看 紫氣東來 他講話 一定有 高人 有高人會出現 古然不久 就看一個人 這個女出現了 那個叫老子 出韓古關 OK 紫氣東來 跟老子的故事 有連結過 代表祥瑞的象徵 紫氣東來 跟坐相也有關係的 好